根本无名 五名原形 行原石 一个接着一个 一切烦恼即将来临 只因第一念不绝而出现 第一念出现了 第二念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那第三念又该做什么呢 大家好 我是佛子 今天我们来说行原石 有了前两年的一次变化之后 第三念就开始想要分辨一些东西 佛教的词汇叫分别 第三念就开始要分别一些东西 分别什么东西 有什么就分别什么 例如在万物形成之前 什么事物都没有 就分别这个一望无际的虚空 有例如你闭上眼 什么都看不了 那就继续看这个 没有任何事物的黑暗面 时间久了 突然就有一些颜色跑出来 可以给你看到 这个分别外物的能力 就是实 是由行而来的 无名圆形 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做 行原石就开始做点东西了 十二因缘慢慢学下去 会发现它遍布一切事件万物 分别了之后 有什么用呢 不知道 那就会出现下一个因缘 也就是实缘明色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我说的算是清晰 各位也能清晰理解 我们下一期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